歡迎收看中視早安新聞 我是劉佳 首先來關心到 就在清晨4點半左右 高雄市三明區 發生了火燒車的意外 一輛白色轎車 在街口發生了擦撞 緊接著又失控衝撞 路邊店家樑柱 好在駕駛自行脫困 不過不久之後 這輛車是突然開始起火燃燒 現場情況如何 趕快交給記者王優洋 好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大火熊熊燃燒 路邊一輛白色轎車 燒成一團火球 消防緊急涉水滅火 但火事故於猛烈 整輛車持續起火燃燒 大火一時難以被撲滅 很像拍電影 7日清晨4點25分 高雄市三明區 發生一起火燒車意外 一輛白色轎車 先在石泉二路口 與哈爾濱路口 發生擦撞意外 緊接著白車又失控衝撞 路邊店家樑柱 駕駛自行脫困 不久後 整輛車就開始起火燃燒 警方到場 原本以為是單純車禍 但見到猛烈火事 緊急請求消防人員 到場支援 大批消防人車迅速趕底 冰封二路 布水線搶救 所幸火事很快被撲滅 民宅店家並沒有造成延燒 四小客車跟小貨車駕駛 越是輕傷拒絕送醫 由我們救護人員 簡單包扎之後 他們拒絕送醫 警方出負調查 白色火燒車駕駛為女性 貨車駕駛為男性 車禍中方都沒有酒駕 詳細車禍招式原因 交通隊正接手調查中 以上最新主播 警方出貨車駕駛